建議各位可以按右鍵 開的時候可以用EDIT WIS 這個Nordepay++ 因為主要它可以幫我們分析資料的結構 打開之後你可以看到 其實基本上 它的那個資料就很清楚了 一定後面的話第一筆 它後面一定是有一個換行 換行的話 基本上以前我們是什麼 反斜線N 不過它這邊多一個 反斜線R 剛剛我寫順序寫 應該是先反斜線R 這個CR 再反斜線N 所以如果我要切的話 第一個理論上可能要切兩次 因為它全部讀進來 我要先一行一行切開來 第二個再按照豆點去切 所以會分兩階段切 那怎麼切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步驟比較繁瑣 所以我已經把那個 就是相關的程式 你可以在雲端擺板上面看到 那首先的話你們可以在這邊看到 我這邊有一個 第一步是下載資料 第二步的話是切割資料 那切的話我們可以先用什麼 先把這個html.test 就是那個抓到的資料 後面加一個.split 前面有講過嘛 split是什麼 就是有點像剖C 那剖哪裡呢 剖那個反斜線R 反斜線N 比如說第一階段我先把這個pro開來 那pro的話可以放在哪裡 上面這個劍資料庫 也許我先把它先註解掉 就是Ctrl-1 本來是這樣 Ctrl-1先把它註解 我們先執行底下的好了 然後第一步的話就是先把它切開來 那我切開來之後print一下 因為我如果不確定說print 這個裡面切到的東西是什麼的話 那我可以print list 1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切開來的資料呢 它就會長 像這樣子 我把它切開來 所以你會發現 切開來之後的話呢 從頭到尾看一下 它基本上 就是有點像 從 這個 它切開來的話一定是一個正列 這個正列的話一定是從這邊開始 就是 中瓜糊 然後第一筆資料 然後呢 這個是第二筆資料 第二筆應該是 到這裡 OK 再來第三筆 那你會發現 它其實切開來之後 第一個list1號 它就是一列 等於是說 一列 或者叫一行吧 就是 一列的資料放一個 一列的資料放一個 然後前後加單引號 或雙引號 那另外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還有一個問題 最下面一筆資料 因為切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最後會多切 切到一個空的 那我後來發現 如果你假設切的時候 多切這個 會出錯 那主要原因是 因為 這個資料的最下面 它會多一個 這個換行 所以變多一個換行 會多一筆空的資料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因為將來會多一個空的 你可能要把它 扣掉 因為如果沒有扣掉 會多一筆資料 OK 那第二個的話 我假設 切完之後 第一階段OK 第二階段的話 再把它切 按照什麼切呢 按照豆點切 所以再來的話 我可以拿 這個list1裡面的資料 做第二階段的切 各位可以參考雲端上面這邊 再來就切豆點 那如何切豆點 接下來的話 一樣 我們跑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 基本上就是 for i in range 從第一 特別不是從0 0的話 會切到它的欄位名稱 OK 就把它避開 到哪裡呢 到它總長度 的地方停下來 不過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這邊多一個什麼 減1 你想說為什麼要減1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就是這個 這個地方 會多一個空資料 那這個空資料 你不能把它當一筆資料 所以這個可能要把它扣掉 所以你在我程式裡面看看 為什麼老師這邊會減1 主要是要把後面這個空的資料去掉 再來的話 就是把這個list1裡面的每一筆資料 用什麼 Splitter Splitter裡面的話 我在利用什麼 利用扣豆點的部分 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是 豆點把它做分 因為它每個資料中間都是豆點 那也就是說 我把這個地方 要把它丟到一個新的串列裡面 那這個串列的話 就按照什麼 豆點的部分去做隔開 所以基本上 會0 1 2 3 4 放哪裡呢 放這個list2裡面 不過會有個地方 會有個地方 可能要特別小心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在那個什麼 在 蔬菜的後面這邊很多 這個空白 所以這個空白 這個後面的空白 理論上應該要把它去掉 如果你沒有去掉的話 將來這個地方放資料會怪怪的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要如果把 第三個 這個應該是 第幾個 應該是 這個是0 這是1 2 3 也就是說 把它的編號 是3的資料 把它怎麼樣 去掉空白 去掉空白 前面我們有講過 可以加一個strip strip後面加一個空白 他就會幫我把裡面的空白給去掉 最後把那個 我們 這個 每一個list2裡面的資料 把它秀出來 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執行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他就一直 把那個 我們要的資料給秀出來 你會發現 它的結構一定是這樣 從第一個 假設把第一個資料 然後你 什麼時間 哪一個 哪一個種類 哪一個市場 什麼東西 你會發現 這個清窗後面 原來 有很多空白的 就去掉了 然後它的價格 OK 所以基本上 已經切開來 所以分兩階段切 第一階段的話 是 它後面 有那個反斜線R 反斜線N 那第二階段的話 就是按照 豆點去隔開來 好 那有這個東西之後的話 再來就可以跟資料庫結合 所以特別注意 最後如果說 你要把資料放資料庫 一定要讓它 每一筆資料 都放在陣列裡面 所以這個地方一個陣列 然後呢 裡面呢 看你幾個空間放幾個資料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資料庫 怎麼放資料庫 1 把上面的這個 建立資料庫的部分打開 所以我就建立一個資料庫叫市場 然後一個資料表叫市場01 裡面總共五個欄位 ABCDE 可以這個 然後我只有改 這個叫Double 因為 價格的話有小數點 然後 A欄的話是日期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已經讀到資料 放在List2 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要把它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那寫的話上個禮拜好像講到 這地方其實主要關鍵在 這幾行 就是 insert into 哪一個資料表 這什麼資料 OK 所以我把這個 直接把後面這五行複製一下 複製 然後我貼到這個底下 貼上來 其實主要是這五行 改的話可能要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 不是放Member01 應該是放市場01 所以這邊的話 我把它放 這個什麼呢 insert into 到 市場01 這個資料表 然後呢 總共有幾個欄位呢 總共一樣有五個欄位 1 2 3 4 5 不過特別注意 因為最後一個欄位是Double Double的話 前後不用單以號 所以可以把 瓜糊的這個前後單以號拿掉 所以只要是數字的話都不用啦 OK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這個地方如果沒有注意到的話 寫入有可能會失敗 然後分別把什麼 把他的 第一筆資料 第二筆資料 第三 第四 第五 分別什麼 放到這個 資料表裡面 然後一個一個一個的 幫我把它放到 這個資料庫裡面去 OK 理論上應該就大功告成 所以 這三 這五行 其實就上 個禮拜的那個 後面的那個 五行 基本上的話就是 把每一筆資料寫進去之後 然後最後 砍密則就確認 確認要放進去囉 然後再把資料庫關閉 顯示出寫入成功 大功告成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OK 執行一下 理論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跑的時間可能會比較久 因為基本上 他就是一個一個一個的 有沒有 把它讀進來 從網路上撈那個 這個 爬資料爬回來 然後呢 再切割 先切 一行的尾巴 換行的部分 然後再切痘點 再把那個 空白去掉 有沒有 他就顯示出來 並且 insert into 到市場01的這個table ok 然後最後確定 那如果說我想要知道有沒有成功的話 其實各位可以去 去 抓到那個 上個禮拜我們用的那個 看要有沒有把它放在低點 一個叫SQLite Browser 那個 那個小公 在這裡 SQLite Browser 我們在那個補充資料裡面 雲端裡面有看到一個叫 補充資料 這邊的話就有一個工具叫SQLite Browser 就是這個 然後把它怎麼樣 把它打開 開啟一下 然後我們去到 我是把它放 我的程式是寫在那個 低點底下的這個 python117這個 然後 市場.db就有了 這個裡面 我們看一下 如果說有 有資料庫了 所以我把它開起來 再來的話有沒有table 有 這個table的話分別就是 五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是datetime 然後 第二到四的話是文字 然後最後一個是 這個double OK 然後看一下plost data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個就是 時間 時間沒問題 然後這個是它的種類 然後它的哪個菜市場 哪一個品項 多少錢 理論上應該OK 總共的比數的話 如果你們要看的話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就是24000 474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部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程式的話可以參考 那個 第幾頁呢 第 雲端白板的第三頁 再加上 各位看 這是第一頁的 凍 4 4 5 5 Teksting av Nicolai Winther